2月14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多位司局长召开记者会谈及防疫抗疫基金的使用 林郑月娥表示,其目标在于加强全城防疫,支持受创界别级员工 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将更广泛地支持经济发展,包括检视政府的纾困措施是否需要延长有效期或加大力度 结果将由财政司司长在2020年至2021年财政预算案例公布 林郑月娥说,有关防疫抗疫基金的事宜会抓紧时间全速进行 特区政府将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以自信拨款不少于250亿港元 其中包括应急费和向医管局拨款的47亿港元 主要支持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旅游、饮食和零售业 今次的疫情影响的界别很多,不过首当其冲大家都会同意旅游、饮食和零售 所以我们将向持牌的旅行社发放一次性的8万元津贴 向持牌的食肆,我们分两个津贴额 持牌的食肆,即是拿着大牌的食肆和工厂的食堂 他们的津贴额是高额的20万元 而其他持牌的小食的食肆、食物制造商、新鲜粮食店和烧米老米店 就发放一次性的8万元津贴 林郑月娥表示,她已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建议在下周举行特别会议 本次津贴发放也有大量市民将受贿 比如学生和低收入家庭都会获得额外津贴 所以我们即将发放的2019年20年的学生学习津贴 我们将会加多1千元给每一位学生 由于即将发放,很容易我们就原本将2千5百元的购款 的款项就增加到3千5百元 最后一个就是全港大约有20万的低收入家庭 我们会为它提供一次性的特别津贴 平均大约每户是拿到5千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